Hello大家好,我是韋德,来自台南,小时候饮料都喝全糖 今天要教大家,预测未来的魔术 今天教的魔术,跟命运有关 有人说,扑克牌原本是塔罗牌 用来算命,预测未来 18岁那年,我家附近开了一间魔术店 我几乎天天去报到 当时的店长叫做阿祥,戴着圆框眼镜 是一个来自香港的背包客 有一次阿祥变了一个魔术,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当时他拿出一副蓝色的牌,叫我洗乱 我照做了 洗乱以后,他眉头伸锁地盯着我 然后若有所思地推了一下眼镜 接着,像是被电到一样,全身颤抖了一下 然后拿起扑克牌,很慎重地拿出两张牌 我不知道阿祥要做什么 阿祥说,这两张是预言牌 接下来我会一张一张的发牌 请在喜欢的地方喊停 我马上喊停 阿祥跟我确定 是这张吗?还是另外一张?或是你要这一张呢? 我说,那不然再三张好了 阿祥发完三张牌以后 拿起黑桃Q摆上去 做了一个标记 标记完以后,他继续一张一张发牌 这时候,我很快地就喊了停 阿祥问我,确定是这个位置吗? 我想了一下 然后说,不然再发十张好了 阿祥在发牌的同时,我心里暗暗盘算着 我要搞怪 我故意叫阿祥再拿走一张牌 然后,再拿走一张 这样一来,魔术不可能成功了吧 我看到阿祥很笑了一声 然后把砖块A摆在我停的位置 当作标记 阿祥对我说 你的所有决定,我都预测到了 刚刚你选的位置 我放了两张标记牌 这两张牌分别是黑桃Q 还有砖块A 标记牌旁边可能是任何一张牌 如果晚一点喊停 可能会是这张 也可能会是这张 如果早一点喊停 可能会是这张 也可能会是这张 但我早就已经预测到 标记牌旁边是什么牌 我心想 该不会黑桃Q 对应的牌就是梅花Q 砖块A对应的牌就是爱心A 怎么可能 太扯了吧 他怎么可能预测得到 这时候 阿祥对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然后把牌翻开来 魔术揭晓后 我被吓傻了 直接晕倒在地板 这个魔术用到一副普通的牌 每一张都不一样 表演前可以给观众洗牌 怎么洗都可以 就是不要丢到洗衣机里洗就好 洗完以后要找出预言牌 预言牌怎么找呢 首先看整副牌的 第一张 还有最后一张 像这里呢 分别是梅花3 和黑桃Q 所以 我们要找到黑桃3 和梅花Q 我通常会扫过一次之后 再找我要的牌 首先这边有一张梅花Q 还有黑桃3 记得最上面这张 所对应到的 要在上面哦 然后最下面这张 所对应到的 要在下面哦 在上面的 要在上面 在下面的 要在下面 然后一张一张 往下发牌 观众喜欢的地方喊停 就把第一张放上来做标记 然后整叠牌盖上去 盖上去的同时 你看哦 这张是3 刚好就会压在标记牌上 然后继续发牌 发到喜欢的时候就停 你看 这边刚好是我们刚刚找的 另外一张 所以放上来 盖上去的时候 就会压在上面 然后呢 整副牌摊开 找到刚刚标记的牌 记得是右边的牌 要放下来哦 不是左边的 右边的牌 要放下来 不是左边的 通常这边我会习惯 把标记牌摆到上面 把标记牌摆到上面 揭晓的时候 当然两张牌的数字和颜色都一样 找到预言牌以后 要开始发牌 这时候呢 因为第一张就是Q 我们要尽量避免 观众在第一张就喊停 这时候有一个方法 很简单 你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先发牌 大概发了三四张以后 再请观众喊停 所以呢 完整的动作是这样做的 接下来我会一张一张发牌 请你在喜欢的地方 帮我喊停 这样一来 就不可能会停在这一张了 第二个细节 观众喊停以后 可以多次的确认 你要停这张吗 还是这张 或是这张 还是这张 这个部分算是心理上的错误引导 让观众觉得 诶 待会揭晓的牌 就是它停的位置 但事实上根本不是 因为把标记牌放上来以后 是对到上面的这张 不是下面的这张 但是第一次看的观众并不知道 标记的牌放上来的时候 马上呢 把整叠牌盖上去 这里只要做得顺 观众就不会觉得怪怪的 然后继续发牌 第二次发牌的时候 一样请观众喊停 当然停的时候呢 也可以再多问几次 这张吗 还是这张 或是这张 还是要少几张呢 确定了以后 再把标记牌摆回来 整叠牌盖上去 盖上去的时候 记得这张牌 千万不要让观众看到 否则魔术就先结束了 然后把牌展开的时候 直接就是拿标记的牌 和右边这张 顺顺的 不要考虑太久 如果考虑太久 观众会发现怪怪的 欧宝牌上下交换的原因是因为 刚刚其实喊停的时候 标记牌是盖在上面的 那我故意让这个画面呈现的久一点 会让观众潜意识里觉得 诶 这张背面的牌就是他刚刚喊停的位置 背面的牌就是刚刚喊停的位置 这样一来 魔术会更神奇 通常呢 最后要揭晓牌之前 我会把牌摊开 跟观众说 如果你早点喊 晚点喊 选到的牌完全不一样 而且可以强调 观众也洗过牌 这对观众来说 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误引导 会加深观众觉得扑克牌 非常混乱的印象 有一次我在小学教这个魔术 教完以后 小朋友嚎啕大哭 哭到连校长都出现了 为什么 他说 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头跟尾是同一张牌 各位观众 不要紧张 头跟尾是同一张牌 不是世界末日 如果是同样的牌 你只要再找出同样的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边的情况 只要找到另外两张红色的三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就没有所谓上面跟下面的差别 像这样子 发一发摆上来 发一发 摆上来 一张 第二张 OK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记得这个魔术呢 我最早听到是叫做 星星相应 那算是一个很基础的纸牌魔术 希望你看了教学以后 一定要自己练习看看 熟练以后 赶快去表演给你的朋友看 如果表演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变完魔术以后 如果观众缠着你 想要你破解魔术的秘密 要慎重考虑 不是不行 但是如果破解以后 你在观众心里的地位 就会瞬间从魔术师 变成骗子 除非对方付你钱啊 如果是可以接受的价码 你就破解吧 基本上魔术除了秘密以外 还有很多表演细节 像是肢体动作 台词引导 眼神引导 等等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除非对方是认真的想学 想要表演给别人看 不然我通常不会教别人魔术 我也不会破解魔术秘密 我的魔术教学影片里面 秘密的破解只是一部分 表演上面的细节 才是重点 那个才是魔术真正的秘密 另外同样的魔术 不要在同样的观众面前表演第二次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 我不会真的魔法 所以变魔术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地方不太自然 所以魔术师必须控制观众的注意力 让观众的注意力 不要放在那些不太自然的事物上 我们可能会讲笑话 可能会用眼神引导 可能会用声音引导 来掩盖魔术的秘密动作 通常观众第一次看魔术的时候 不知道魔术师要做什么 处于一个资讯不对等的状态 这样对魔术师而言 比较容易控制观众的注意力 如果观众看了第二次 就知道魔术的流程 这样可能会发现魔术不自然的地方 最后猜出魔术的秘密 所以如果有观众希望你再变一次的话 要慎重考虑 除非他付你钱 好啦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 我是韦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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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